欢迎回到发达广场的时间家 坐下身边的嘉宾 仍然都是要财政券的分析员李慧嫩Hanna Hanna 你好 你好 如果家庭观众有任何股票问题的话 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我们 电话借是2804-6566 或者是传电给我们 这一节就想和Hanna看看一些业绩 有些公司公布了中期业绩在下午的时间 见到内地的保险股中国太平 就公布了自至今年6月底子的中期业绩 顺利有7.268万 按年升了两成 每股基本盈利有42.6千 就不派息 期内的正成保的保费和保单收入 就有26亿 投资收入剩额就有27.1万 不如看看今天内险股的走势 见到太平公布完业绩之后 跌超过3% 现在跌5.8去到17.52 另外其余几只保险股都是下跌 国售方面跌8千去到19.44 平保跌超过4% 跌2.65去到60元 财险方面跌2千 报12.12 太平仍然跌5.8 报17.52 而太平方面跌3.5 刚才提到太平份业绩 见到半年只多赚了两成 即股价立即应声跌下来 其实公布了这么多份业绩的内险股 其实大家都知道 只有财险份业绩做得最美 太平今次份业绩你又怎样看呢? 太平今次份业绩 其实我自己觉得不是做得太过理想 因为虽然说纯利方面 有增长成两成去到7.26亿 但你说看当中有接近1亿 其实是投资收入的一个水分 你说如果是撇除了 有关投资收入的一个增长 基本上今年上半年来说 业绩跟去年上半年来说 其实是持平的 就是当中你说看本身来说 太平比较大的一个业务 就是说它的受险业务 其实你说看收入方面 其实有一个是倒退的 说你说拖累到 就是受险业务的一个股东英占入利 其实跌着药物是一成多 所以你说在预计下半年 就是当中国方面 对这个是银部方面的一个销售途径 继续在一个比较严谨的一个 一个规限的情况之下 其实看泰保和国寿和其他保险公司都一样 其实看有关受险业务的增长幅度 有机会会进一步下跌 再加上本身来说 虽然财产保险方面 业务做得比较好 说到增长是38% 但是看下半年来说 由于整个汽车方面的销售 有机会有一个是按连的一个是增长倒退的情况 又或者是按连的一个是增长幅度下滑的情况 所以你看到这方面都会影响到 就是说的是汽车保险方面的销售 增长有机会就是稍微下降 所以泰保本身来说 就是看到它近日来说 就是看回它今次的业绩 其实不算很厉害 再加上近日来说 都是股价方面 又挨近15元边 就是直升到18.5元 其实看回股价方面 相对来说是强势 但是内海 看回今次来说 这份业绩是交不到供货 所以其实不是随短线来说 都会有一个是沽压出现的 初步来说 支持位会放在17元 如果你即是失手17元的话 等下有机会回市 就是16元至15元边的一个是支持位 好 谢谢Hannah 另外 刚才看开整个内险股的板块 全线都是下跌的 另外 看看平保 今日平保跌得都挺急的 现价跌近接近4% 去到60个1.5元 跌了2.5元 刚才有一段时间 曾经穿过60元的位置 最低见过59.7元 其实早前平保 成交额值都比较大些 市团不断有欧洲的股神 又或者本港的一些财团或者富豪 去减受平保 其实平保的情况你又怎样看呢 平保方面相对这么多只 就是受险股来说 其实我自己算是最看好 就是平保方面的业务发展 刚才也提过 下半年来说 预计中央对银保销售途径 都会有继续一个规范 但是本身来说 平保距就是首次 就是两家银行 当中包括平安银行 以及深发展银行 所以你看回银保销售途径 相对同业来说 都仍然是维持一个比较好的表现 这方面都会令到 就是说它的受险板块 相对受险业务这个表现 相对同业来说 是会做好一点 再加上除了受险业务之外 看回平保方面 开始增加产险方面的比例 在上半年的业绩可以看到 产险对受险来说 产险的表现一定是比较亮丽的 你说下半年就算是 相对下半年来说 总之是有一个 汽车保险销售的 一个是增长放缓的忧虑也好 但是如果要拍回去 就是一些完全是 主公受险的公司来说 相对来说 看回平保也在说 因为受险表现 其实相对 因为在说产险表现 相对受险来说 表现相比之下 算是比较好的情况之下 平保的表现也预计 其实可以做回比同业为佳 但是你说看回 现阶段我都不建议 尖手平保 一方面 就是当你有些策略性股东 其实在挨近 就是60多元的水平减持 意味着短线来说 都继续体探整个股价表现 再加上去看早前来说 公司都预计会有集资的行动 去补充新发展方面的 一个是资本的水平 所以当公司有一个集资压力的情况之下 股价短线来说 都仍然会有机会是一个受压的 现阶段 看到整个平保方面 它的股价是初步62元 其实是一个比较强劲的支持位 但今天来说 看到也有一个比较显著的跌穿 并且看回半日成交来说 都是昨日方面的成交 今天半日的成交 已经是高过昨日方面的成交 所以在股价方面 也预计短线来说 股价表现未必会太过理想 所以如果真的想买入的话 预计要等一等 因为短线来说 股价表现未必会太过理想 好 谢谢 另外再看财险 刚才Hanna提到一些车险的业务 其实大家都知道 它的业绩今次是做得不错的 有不少分析员都推荐大家 选择保险股的话 现时有一只短期中线来说 都是选择这一只的 你又怎样看呢 刚才也说过 下半年来说 虽然产险都面对比较多挑战 但相比于受险来说 产险将会表现得相对比较理想 再加上市传财险的母公司 人保方面 有机会在10月来说 有一个在H&H股方面的上市集资 另外再看当你憧憬 人保方面 如果定价能够相对比较理想的话 对财险方面股价 都有一定的一个支撑作用 当然你说看现阶段来说 重视上半年业绩是做得比较好 再加上前景方面 也不是至于太差的情况之下 但你说看遇到整个股市方面 其实都有一个比较显著的下跌 因为股价方面 其实表现不算太理想 现阶段基本上 已经在早前的位置 失授了50天线、10天线和20天线 即是向下方面的支持位 初步会放在11.5 如果真的穿了11.5 如果真的有机会试 就是说10.5 所以现阶段 我都不建议买入财险 好,谢谢Hannah 另外看看其他公司公布了的业绩 不如看看利君的2005 上半年赚了1.3500万 按年跌了3.6% 每股基本盈利大概有5仙 中期息每股都是2仙 期内的营业额有10亿9千万 经营入力有1亿7千3百万 然后见到利君方面 营业额的顺利方面都跌了下来 产品售价下跌的风险 用利君为例 公司用了4.5%的盈利 都是来自静物输液 这方面由于没有政府限价力影响 所以表现有一个比较强劲的增长 有3成的增长 但当去到另一个主要业务就是抗生素 佔整体营业额3成了 由于限价力影响 普遍来说产品都跌价 其实是1成至3成 使得有关业务 其实都有一个倒退 比较明显就是超过1成的倒退 所以现阶段 若业股都要留意 限价对盈利方面的一个风险 好 谢谢Hannah 这节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要问回刚才说过的股份 有没有哪种有持有 没有的 好 谢谢 下一节回来再和大家见面